今天是風和惡日禮 最適合出來外出 我們去了Pedio J-Town Tatsuki 狐狸先生 那裡吃東西 叫了一個Ice Tea 有亞洲地圖,特別標明日本 但他又不是在日本做 他說 Made with Struggle and Love in Toronto, Canada 感覺不甜 有點像啤酒 那我自己 叫了一個Egg Benedict 有些不是炸薯條 是炸魚魚,還有魚子 荷蘭汁的蛋蛋Benedict 配襯了千層的薯仔 這個Ice 喝起來一點都不像Ice 它的色澤 口感,就像啤酒 很少大 是有燒烤 而有種淡淡的 一般的味道 柚子 沒有酒精的啤酒 我覺得更加甜 也挺好吃 這個好像多春魚 嗯 挺好吃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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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覺得很美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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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蛋蛋蛋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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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開它的千層薯仔 味道 它這麼貴 像這個 有一個很痛的芝士味 好像 peoples 煎層意粉 好像千層意粉 外面的味道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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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味道有少少煙韌 鬆軟 整個味道很高興 和我們上年來吃 和一個Bernier有些便飯 上年來吃的那個是 smoked salmon 然後是乳仔 有創意和有新意